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位陈先生 他是全世界第二大脚踏车林茜 供应厂商亚洲区总裁 这个陈先生跟这个校长的儿子 这个校长的儿子叫施先生 施先生在芝加哥的公司是在隔壁 陈先生透露施先生每年的营业额 两千多亿的台币 他不但是赚这个刹车牌的生意 他的公司已经变集团公司了 他还能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 很好奇为什么他可以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 这个人有福 城墙你都挡不住 你有布施 你有福报 任何人要阻止破坏没有办法 你就是会得到这个福报 就是这个红豆山 所以施先生每年 他赚两千亿的台币以上 这个红豆山他怎么赚 红豆山每个国家都禁止出口 对不对 但是之前俄国还可以开放出国 但是你要去俄国拿到这个红豆山出口的代理权 你怎么认识俄国人呢 因为这个红豆山他有一个叫紫山醇 他是致癌症的特效药的原料 所以这个红豆山你如果去经过萃取 他可以赚很多钱 那刚好这个信师的这个人 他姐姐有一位好朋友 就认识苏联林务局的高级官员 就这么巧 认识到苏联林务局 你看看 我连认识苏澳港的都没有 认识到苏联去 所以他轻松取得这个西伯利亚红豆山的开采权 开采了以后运到黑龙江 在这个江边加工运到大连 再用货柜转到美国 所以那个神先生说 他赚了很多钱 但是人们都赚赌 人们都没完 是不是 有这个福报他就可以赚到这个钱 那我们刻意要去赚这红豆山的生意的钱 你赚得到吗 没办法 他就是有这个福报 所以他们就估计 他公司每年两千亿美元的营业额 利润百分之五 大概就是三百亿的台币 就是他一年可以净赚三百亿的台币 意思是他能够这么富有 你跟他祖父 修行 布什百米也没有关系 那就是绝对有关系 那位秘书上司跟他预言 就是说你家里会兴旺 会消灾化解 也都是真实的 为什么呢 有一天这个校长就补卦 拿了一男一女 这个校长虽然学佛 有的时候带行子女还是会 帮他补卦这个是一个学佛的人 就是用这个方便来度这个校长 他拿一男一女的生成八字给他看 你说这个人一男一女有没有灾难 那不过的人跟他讲这个男的四年前有桃花 就算到两年以后 还退费两年以后才会好 桃花的对象是公司的职员 公司的女职员 这个女职员还是有夫之妇 有桃花的 桃花的 那这个女的 就是说这个女的今年会自杀三次 第三次会自杀成功 挂项是怎样显示 那这个校长就跟他说了 这个男的是我女婿 这个女儿是我女儿 我女儿已经自杀两次 怎样 怎么办 然后呢 他就跟他求佛菩萨 他当时跟他说 求佛菩萨在修这个马嘎拉的修法 给他修两坛 求佛菩萨给他讲 因父母恩重男报经四万块 这样 四万块 那这个校长的女婿 她是大陆人 她是一个药剂师 她在这个药剂师在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跟他讲 你赶快回家 你太太要死了 一直讲 你赶快回家 你太太要死了 这样 他越听越毛 东西一丢就赶回家 赶回家 他太太已经喝毒药自杀 自杀送医院救回来 医生跟他讲 好险 差四分钟 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救 四万块的注印 佛菩萨 一万块换一分钟 就差四分钟 离开开这个感应 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子女万一遇到灾祸节 因为会成为一家人 都各自有各自的因缘业力 当他遇到灾祸节的时候 当初他那个上司跟他讲 一定会化解你子孙的灾祸节 这个孝寨的女儿 住在拉斯维加斯 生第一胎的时候 学崩 输血 输到艾滋病学 同时输到的有九个美国人 总共十个人 其他的美国人 半年内九个人都死了 剩下的他女儿 半年筛检 一次经过这个两年多 医生出一个证明给他 说你体内没有艾滋病毒 你看 当初跟他讲 对子孙消灾化解 有很大的帮助 你看看 艾滋病你听说有谁可以医好 就是主得的力量 那这个艾滋病毒 在他身体里面就消失了 那这时候呢 他这个儿子很会赚钱 他儿子的太太 我们同学学佛的时候 居士道场都有婚姻问题 都会想我嫁了什么样的先生呢 我要怎么选呢 我娶什么样的太太 我跟人家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你唯有好好的忏悔业障 好好的行功造德 你才会有好的人生 强求不来 那这个太太呢 是台湾彰化人 从芝加哥回来 芝加哥很冷嘛 他回来台湾的时候 就觉得台湾好热 他就一直拖着 拖着剩下一件 还觉得很热 然后他就笑着 就跟他说 哎呀 你去中油百货 给你自己跟小孩买几件T恤穿 这样比较轻松了 结果他回来买了20件 大大小小的T恤 在这个路边摊买了 一件一百块 那那个校长问他 你怎么叫你去中油百货买 你怎么跑去路边摊 还买了20件 一件一百块的 他说中油百货一件都一千块 一千多块 我买不下去 他说这个人太太是 是那个施先生 在芝加哥的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百亿身价 一件一千块 他们还没不下去 也就是说这个家 有这样的小孩 娶到这样的媳妇 因为他们还会在兴旺下去 你想想什么 你如果娶到一个不得的媳妇 我给你浪费 给你享受 给你外遇 给你乱来 给你吵架 给你不孝 这个家里问题会很多 既然有这些现象 这个家里就是衰败的现象 所以说同修 今天为什么讲这些 为什么每次跟同修讲 你要学佛修行 自己要能够发心 忏悔业障 行功利得 因为这是成就福到的机制 地基没有打稳 很多同修你修行修得颠颠倒倒 我听说小组讨论的时候 还有同修 都是就劝大家守戒 有的人你还要一直苦劝他 他才说好了 那我要守戒 这都不成熟 不要这样子 守戒 成熟的是什么 你要讲这个戒的戒相 戒的道理 戒的功德利益 讲守戒不守戒的利害关系 他自己放在心脑里 这样去思维 觉得说我一定要守戒才行 守戒是我发自内心 想要修的行 一头要修改 这样才行 这个才是一个成熟的修行人 我还没有说 他守戒很有功德 这还不一定 他能守多久 守得多清静 多经验 不晓得 我就说他刚要守戒 就必须有这种成熟的心态 我们同修 很多的心态来学佛 其实不大成熟 都要鼓掌 用哄的 好话说尽 劝你 没错 你遇到慈悲的善心人 万一你这个福报消失 周围没有这样的人 你自己又不努力修 突然浪费人生 空过一生 就很可惜 所以这一次我把这个 我常常在提的这个感应故事 就讲完整一点 给大家 当为这个英国夜报的实证 以及忏悔业障 积德消灾的一个参考的实例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 有很好的修学的成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